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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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端的时代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物联网 随着科技的进步 物联网也结合了人工智慧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 这次我们邀请到了广达电脑技术长张家渊老师 对于云端计算及物联网他正是这方面的专家呢 这次的主题如果牛顿的苹果落在机器人的头上 究竟人工智慧对人类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呢 再让我们以最后的掌声欢迎张家渊老师以及陈文倩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张家渊老师呢 她是广达的副总经理 广达的技术长 你可能只以为她是科学园区一家非常知名的公司的技术长 和副总经理 那你就错了 首先我要向她致敬 我对人工智慧的了解 张家渊先生 我们称他叫Ted 他是我第一个老师 来 你看 据说以前拜老师要带树胸 要带肉松 那我好像应该买至少一个广达肉松送给他 对不对 下次送到广达肉松 那广达这几年呢 可能是在台湾意识到整个产业转变最早的公司 也许公司它可能不需要太意识到这个产业转变 比如说像台积电 因为它做的是很硬件的某一种很高端的东西 所以台积电呢它可能就9 6 3nm这样一直生产下来 那当然它也是很大的技术突破 可是跟人工智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那么的直接 那有些公司呢 人工智慧对它也很重要 像趋势科技 所以他们就很早地意识到这个改变 联发科也很早地意识到这一方面的改变 那这一群人呢 在当时他们其实看到了云端运算出现 那时候还没有讲人工智慧 人工智能这个名称 看到了大数据 这几个产业界的几个大佬们 就正必几乎告诉我们当时的政府 这个世界变了 而且会永久地改变 它将会出现很多方面的 这个全面性的破坏式创新 那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意识到iPhone的意义 等到iPad出来以后 哇 所有的人就意识到了 我还记得我当时呢 因为一个机缘 我拥有了台湾第一台iPad 然后我有了第一台iPad之后呢 我才刚摸到壳 我就觉得iPad是一个世界上号称 最了不起的近代的新科技产品的发明 不是iPhone的时候还不是 我想说它到底厉害在哪里 那我觉得我自己一定不够知道 我就决定借给我的朋友 住在我家不远的一个人 他很想要一台iPad 想老搞清楚怎么回事 我就借给他玩 他的名字就叫张明正 然后张明正呢 就Steve呢 他就拿了那个iPad 哇 那两三天就变成了他的情妇 他睡觉也抱着他 他起床也抱着他 他去厕所也抱着他 他爱不释手 他玩到玩完了以后就告诉我几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就是Notebook完了 笔记型电脑完了 所以那个时候宏基 意大利那个总经理告诉宏基说 他不会威胁笔记型电脑 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他们应该来问张明正 然后第二个他告诉我就是说 当萤幕可以这么大的时候 他认为iPhone讲了就会做Plus萤幕 你看他聪明 所以一个产业界能够预先看到未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他们告诉我们政府 从学校的教育 那一年我非常记得是2009年嘛 对不对 从学校的教育 大学的教育 到中学到小学 然后国家成立一个云端运算的一个联盟 然后从中华电信各方面全部着手 那那个时候找了很多家产业 然后也找了好几个学校 然后都希望这些产业呢 企业他们其实的角色是捐钱给好几个学校的资讯工程系 希望他们培植大数据的人才 然后希望政府编了一大笔预算 让各个学校也都可以扶植 然后同时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 在这方面的跟硬件的垂直整合 因为台湾擅长的是硬件而不是软件 那硬件跟软件的垂直整合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你走向人工智慧大数据 这样的概念的云端运算的时候 你的硬体也就改变了嘛 所以我们现场的是硬体 然后呢既然软体我们是不是可以突破 那在软硬体中间做一个整合的界面 那这个是他的广大创办人李白里先生 我想有很多概念来自于TED给他的想法 然后最终呢就是他们希望政府这么做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领导的整个project呢 是行政员的副院长朱立伦 然后他完全听得懂这件事情怎么回事 可是没有多久 因为台湾的政治关系 他就被派到新北市去做选市长 而这件事情后继的一些人 就变成他不了解他的重要性 所以那一波后来很多做法 政府各方面的东西 就变成让这些产业界的人相当地失望 所以广大他们其实是非常振臂几乎 那那几年广大就面临其实他跟红旗一样很大的产业转型的危机 所以企业不进则退 我们个人也一样 而且你随时会被淘汰掉 上一个礼拜我们上课的人叫李怡辰 他说人工智慧将来有90%的工作都会被淘汰掉 我今天会来问他 他跟李怡辰算有一点熟识 当然是长辈了 那李怡辰就说 我跟他说什么话 他就说 你讲的那个话呢 那个人呢一定是个老人 他讲的就是Rotney Brooks 但我不觉得林怡辰讲的话 不值得参考 但是值得就是说 我们可以听辩论在这里头是最重要的 那今天我们可以有Ted来给大家上课 他是我的第一个老师 那他第一次给我上课的时候 我其实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东西 他一直给我介绍MIT C-Cell 那个全世界最top的人工智慧的实验室 他一直给我介绍MIT C-Cell 我说这个好这样 这个我听得懂这样 然后光学的 那后来我去了MIT以后 就这样 所以你们不要学社会主的文科的人 学创意的人 你们会跟我三年前的我一样 刚开始听着没有 而且会觉得有一点小小的抗拒 我对电脑的抗拒到什么程度 我告诉各位一句实话 就是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很多人以为我很厉害在这方面 我到今天为止是不会打字的 然后是贾博斯使我可以在网络上工作 我是不会打中文打字 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 1991 92年 那时候我已经当然做研究生 很会用电脑打英文 然后呢就有一个家伙就跟我说 我们已经在搞声控 就是今天的Siri 将来你只要用嘴巴讲话 他自己就会跑出来 所以笨蛋才去学中文打字 那我一听我就当然不要打学了 什么苍结什么谁要学他 我就不学了 是想到到今天他还不可行 这样子啊 那我就都没有 我后来回来台湾 就可以自己找一个机会说 好吧 这样我可以请秘书 那喜欢文章的时候 他帮我打字 可惜是很麻烦 因为我的字也写乱七八糟 人家认字也很困难 那所以我是连 我基本上是一个抗拒电脑的人 而且呢除了Macintosh的电脑 我觉得其他电脑都长得很丑 所以我看到电脑就把它盖一块布 就是我是一个很抗拒科技的人 可是从一个抗拒科技的人 到我因为认识了TED张家元先生 到因此去了MIT 然后认识了所有这些老师 我觉得他是一个最fascinating的世界 他完全不是工程 他不是你想像这种很无聊的东西 No, it's not 他也不是新也不是旧 That's a new world an fantasy world 一个非常打开你的眼睛 然后打开你的创意的一个世界 所以现在太多的人是用恐惧 来吓你们大家 那如果这个好处是逼你们去面对 你们一定要学好人工智慧 它是一件好事 如果它是吓你们大家 吓到你们以为自己都是成了废物 那你要知道 它基本上还是为了鼓励 而恐吓你们大家的 那这是我前面所开的前言 那我会先跟请教张家元先生几件事情 然后让他给大家介绍 你们知道吗 在阿里巴巴的硬体里头 以及全世界很多物流 做这种购物平台的硬力 硬体最大的供应商 就是广大 默默之间 做了最大的转型 所以你看到那个阿里巴巴 可以在双十一 然后淘宝网 那么多的大数据 全部都出来 然后但是最后它可以做到 这个硬体可以做到 可以把东西这样送出去里头 其实台湾很成功的一个角色 就在广大的部分 那我待会请张家元先生 为大家做介绍 另外我会把上个礼拜 林一辰老师来这里上课 他算是年轻一辈 对Big Data 运用非常大的热情 那对人工智慧略有所知 然后他有一定他的想法的人 那我把他上个礼拜 留下来的几个问题 请教一下张家元先生 然后他有一堂 人工智慧的课 为大家上 那我先把我个人的经验 告诉各位 三年之后 你会发现 人工智慧跟你现在想得很不一样 尤其你不用着急 你没有落后 其实人工智慧 就跟当时 人类刚刚发明电灯泡一样 不过就是在巴黎铁塔 在小数据地方 想起了几个电灯泡 可能有一两个城市有电灯泡 它还并不是一个全世界 每个领域都已经很成熟的阶段 你有一定的机会 去开发出你完全不知道的领域 谢谢各位 我们再给张家元先生掌声 请坐 我们先来谈阿里巴巴 首先谢谢文谦老师 给我这个机会 到亚大来分享 我们对这个能工智慧的看法 首先呼应一下阿里巴巴 我这两年刚好有机会 有一个礼拜待在阿里巴巴的光明顶 阿里巴巴很好玩 每个人都有一个花名 就是要取那个武功高强的花名 所以他们要我取一个 后来我取扫地生 他们后来说不行 他武功最高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就可以知道说阿里巴巴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 大家知道义富宝蚂蚁金服吗 我到他的headquarter去我看到一个机器 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硬体 那台那个贵的机器上面大家都签了名 他的founder都签了名 那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机器签名 他说它是我们第一台机器 但是呢也会是我们最后一次买 那个IBM Oracle EMC的机器 因为他们的马老师说 以后他们的生意会做得很大 如果做到那么大的时候 还是用这三家他们会倒掉 所以他们要去IOE 这是他们成立第一天就做的事情 什么叫去IOE IBM Oracle EMC OK 所以他们就不希望说 他以后的这个整个公司被这三个给拖倒 当初刚才那个文谦老师有提到这个云端的事情 我们当初在看云的时候 其实都漏掉阿里巴巴阿里云 因为其实后来我跟他阿里云的负责人谈 在这边可以分享的是这样 他问我对他们的看法 我说在少林寺里面练功夫 政科班在罗汉堂练 但是也有一个是躲在那个厨房里面看人家的 然后他不去练正统的做法 他是来看看他怎么打架 他就练哪些东西 所以阿里巴巴想要做的是电商上面的一个生意 所以他的云一开始就是architect optimize for他自己的一个purpose的目标去做 他横着练出来他一套 他不用再用理论上去证明说 他能够 他是全世界能够在一个瞬间能够容忍最大的交易量的云 因为他一个光棍节他已经就pass那个qualification 大家可能不知道他的云现在 他们整个很恐怖的一点是 全世界做这些银行交易最大量当然是这个visa 他们已经超过master 其实离visa已经很近很近了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分享 就是说其实这个跟我们在学校里面想要一步一步去做 跟problem solving的做法是不同 可是呢在学校像MIT Berkeley这些大学校 他们锁定的是一个大的问题我要去解 然后by solving那样子的一个问题的话 我create我自身的一个value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做法 那世界这样变 当然我们也要跟着这样变 所以所谓全世界各个云里面 云服务里面 你想一想Google是做search YouTube是做video Netflix也是做video 然后Amazon是做supply chain 你觉得他的云都会一样吗 不会一样 所以当他们不断地去外面买标准品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办法竞争的时候 他就需要自然的需要另外一种硬体的服务 这种服务是客制化的server 来符合他的硬体的需求 才能够把他营运成本整个降下来 那所以广达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从2000年就开始做server 那但是在这边 那时候还没有云运摔的时候 就开始攻这一块慢慢走走走 走到后来这个市场已经都成熟了 business model成熟 我们就很顺其自然的这样的划过去 是这样子 那时候其实对你们来说是个机会 可是也是很大危机嘛 因为他在里面的营收比例 原来的那个笔记型电脑代工 占很大的比例嘛 那我们回来来谈一下 上个礼拜林依晨老师 她提出几个问题 她虽然很年轻 我还是称她为老师了 那她是说 反正老年人讲的话 同工都不需要听 因为他们是按照过去的经验 自己讲出来的 她第一句话是说 她认为人工智能时代一来 90%工作都没有了 未来就10%的人有工作 她去看了Facebook Facebook现在呢 将来你们想学程式吗 哦 no 你学Coding已经太慢了 因为大概三年之后 Facebook就会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他们就会自己写程式 所以写程式的人也通通都是事业 你的看法 我在这个厅里面 我演讲过几次 其中有两次都是在公事营里演讲 但在公事营演讲的时候 无论是亚大公事营 或者是中国医药大学的公事营 都有一个相同的题目 就是我们医生会不会被取代掉 那当然就会产生很激烈 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你上网路的话 其实这个议题不是只有台湾人在worry而已 全世界都在worry 但是worry不是说90%的工作会被取代掉 而是什么样的工作会被取代掉 所以在两年前 在2015年的时候 BBC他们就有做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说 Will you robots take my job? 所以你只要把你现在要做的工作 把它key in 它就告诉你 你有多少percentage 你的工作会被AI取代掉 然后它开始去排序 大家知道排序第一名是什么人吗 刚才文谦老师也谈过说 人工智慧其实在这个语音 语意的处理上面 我讲语意的处理上越来越进步 其实你一些电话的访谈 marketing 你已经不知道它是人 还是机器在跟你讲话了 那个是第一个会被取代掉 它大概有98%直接就取代掉 有 我们现在打中华电信 然后要查一个东西 然后它就会一直叫我们转接 然后那个声音是 你好 这里是中华电信 我们很快地将会为你找到 你所需要的服务 那看起来就是机器嘛 对不对 听起来 但是它的是旧版的 新版的机器人 我不能这样子讲 中华电信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因为 因为基本上 基本上 我们在做语音辨识的时候 新版就是吧 Hello my dear 是这样吗 有一点点那种味道 它比较偏近于 比较新版的Siri那样子的做法 比较有趣一点 但是 但是主要就是 它是用比较大量的资料 它主要不是在做文字的翻译 文字翻译比较旧 而且不准 因为每个人翻译的声音都不大一致 包括你的语调都不一样 像台大的李林志安老师 就是在研究不同的口音 我都要能够辨识出来 那口音怎么去做数学化的一个问题 那话讲回来 他们在做的是语意的辨识 semantic analysis 我要知道你讲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 而我再去回答那个目的 而不是在辨识你每个字 因为字会错 那意思串起来会对 所以他们主要是在做这个 那这个也是差不多是2000年 我们开始跟MIT要合作的时候 那时候那个 网际网路的创办人 那Tim Berners-Lee 他提出来的project 就叫semantic的web 他就是要做这个 可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但到现在你仔细去看 NLP 就是Nature Language的processing 已经越来越成熟 所以这是第一个会被取代的工作 对 就是客服 我看到的是这样 客服嘛 对 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情 会不会被取代掉的话 不是在worry 90% 你应该worry 你现在打算要做的事情 会不会被取代掉 这是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回答 所以我不去回答percentage 我实在回答它是什么 因为其实没有人知道 对 我现在可以跟你说20 也可以跟你说60 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 right 应该是这样 对 那所以呢 那林依晨还特别提到说 你们不要在亚大这里等老师上课啦 也不用在学校里头 躺在一起啦 赶快回家去你的YouTube里头 找所有的资料 不用等世界周报看这些东西 你们就来这里呢 然后你们就也不用来上 也可以来这边上课 可能有一个新的态度 然后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就是 你们就是回到家里头 就赶快去上网 去搜寻各种资料 你同意吗 这个其实也是今天这个题目的一个重点 那我分两个方向来讲 我先讲MIT的一个教授告诉我的故事 在MIT-CCL 唯一有一个得到美国医学院院士的 就只有一个 就叫Peter Peter有一天告诉我 他说 那时候人工智慧还没有夯 他说 我完蛋了 我教我学生做研究的方式 他竟然能够用大量的数据 然后找 在Amazon 找Cloud sourcing 去帮这些数据做标记 学习后 比我做出来的还要准确 那会变成是怎样 他是用传统的方式 做algorithm的人 然后他的学生是完全都不知道 他把资料丢进去学习 然后出来的结果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学生得到一个结果 可是他不知道他的model到底是什么 这个老师他知道他model是什么 可是他速度没有他那么快 但是现在回过来看 很多在做人工智慧的人 他其实不知道 在类神经网路里面形成的那个waiting 它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是把资料围进去 而且不用写coding 而且Google的tensorflow里面已经有了 你就可以做 那好处是你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结果 坏处是你不知道你的讯息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你把这段话推演一下 因为你中间夹杂了很多英文 那我看到连林佳琦都能听不懂 他还是英文系毕业的这样 然后呢所以我想 你的意思是不是指 我的翻译如果有错误 请你指定我这个 非人工Siri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指说 虽然你可以在网路上 你可以透过某一个城市 很快地算出来你要的东西 你得到了那个结果 但是你其实并不知道 比如说这个议题 它在被推广的过程当中 那里头的逻辑 以及它这里头可能产生的变数 所以当下次有类似的状况 它有不同的变数的时候 它可能结果是会完全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有一个你的model 就是说你是有一个你的逻辑 然后你根据这个逻辑 然后加上一些变数 你可能算出来的 没有你用那个城市算出来的那么快 不管是Facebook给你的 还是Google给你的 但是你知道这个逻辑 你知道这个变数 虽然你算是它速度慢 但是类似将来的状况出现的时刻 当它有不同的变数 你会做出不同的判断 我的反应有没有正确 是 文谦老师说的 多谢多谢 我给你欢迎券卡 好 继续 所以但是呢 有一个重点 大家要去思考一下 现在的神经 神经网络的一个整个架构 跟三四十年 我放在书架上最上层的 我拿出来看 我们对大脑的了解太浅了 那我们现在其实 靠的比较大量的是什么 大量的资料 很强的电脑去做运算 那当然有的人就说 我做Data Analytics 我就可以直接取代掉 Fundamental的Research 这是现在大部分 Fundamental Research 最紧张的地方 它是不是会被取代掉 但是终究会发现 之前有一个 中国人里面数学 现在最好的是 邱神彤院士 他得了所有数学的诺贝尔奖 他之前给 在台湾给了一个演讲 人家要他评价 这个人工智慧 他讲的也是相同的事情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他现在把这些资料 关进去出来 这个后面的结果 到底对不对 因为你是拿过去的资料 去predict未来的 一个事件 会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 这个是一个事情 所以 像这个曾志朗 曾部长 他就一直强调 前几天跟他谈 他就在谈是说 其实 回归到大脑区的一个结构 的一个基础性的了解 可能会造成 对人工智慧上 比较有破坏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 很多的学习还是重要的 因为那个地方 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 美国之前在做这个 这个deep learning的时候 有做了一个实验 他们可能听不懂deep learning deep learning叫深度学习 最重要就是 alpha go 就是用深度学习弄出来 所以他最后围棋下阴了人 这样对吗 是是 OK 谢谢 你看我这个学生多好 给你教三年 教这么聪明 好 请继续 他们把一大堆照片 他们要去辨识 所谓的这个坦克车 把一大堆的照片 就丢到这个 神经网路去学习 那再的话 再给他 结果他后来的辨识是 的结果是 他把一个玩具车 也辨识成这个坦克车 那后来发现怎样 他丢进去的资料里面 其实白天 坦克车都是白天的 所以白天变成是 他评价这个车子 是不是坦克车的 某一个要素之一 所以你丢资料的过程 如果你不知道那个逻辑 你没有发现你的盲点 你最后的结论可能错了 那假设他根据这个东西 去发明了一个 无人的飞弹攻击 他可能会把一个 在中东某一个家庭里头的 小朋友的坦克车 就发了一个飞弹 就把他们全家打死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有可能 对对这个意思就是指这个 是是是 好那今天因为那个TED 他自己准备了一整堂 关于人工智慧 他很有秩序的 想帮我们上课的一些资料 我想请TED自己开始 好吗谢谢 他的名字叫TED 不是不是因为他来唱TED 他的名字叫TED TED这样OK OK谢谢 这就是我的名字 我就叫TED 那那个大家都叫TED 那那个也不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像熊一点 不过基本上他签字 每天要签字很多 他签名比较快 这是我同事跟我讲的 所以今天的题目 主要是跟文谦老师商量 就是说 其实我们要来谈的是说 我们都知道牛顿的苹果 其实是在科学的历史上 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他牛顿看苹果掉下来 所以他想到了万有引力 那现在来想一件事情 我们在讲Big Data 你把一大堆的这个苹果 通通打到一个机器人的头上 他会想出什么来 因为我们如果说在探讨 所谓的AI人的一个价值 这个是第一个要来思考的东西 那我现在谈一下 我当年为什么对人工智慧有兴趣 可是我所了解的还是非常地粗浅 因为人工智慧的这两年 进步的幅度太大 那我的motivation是这样子 1989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 全世界最好的钢琴家Holoiz他过世 可是他1988年的时候 接受一个采访 这采访很特别 他基本上已经是 全世界弹钢琴的技巧上 各方面是最好的一个大事 这是巨匠型的演奏家 苏联的演奏家 他就讲说 他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 他没有把里斯特改编 贝多芬的九大家唱曲 再公开把它演奏出来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 我老师问我说 你到底要写什么题目 因为我跟他要一个硕士的论文题目 他说我给你题目 我就是看不起你 所以他要我自己想 所以我就给他一个题目说 那我们来想一个事情就是说 我能不能把霍罗维茨这个人 他诠释音乐的做法 我把它给数位化存起来 我让他去演奏一个 他从来没有演奏过的东西 如果可以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帮每个人的 这个不要说灵魂 但是某部分的技能 或者是风格 我把它给造一个 Digital的twin起来 而那个Digital的twin 是可以永远被保存的 而且还可以再成长 这是我那时候的想法 所以我那时候想法说 好 那我把所有他的CD都收集起来 我把他的资料 灌进去New WorldNet去训练他 跟现在的是一模一样 用Machine Learning来学他 学完以后 我可不可以再把新的谱 他没有弹过的谱丢进去 出来还是他弹的呢 这是我那时候想做 可是学校没那么多电脑 我们那时候只有486而已 我们那时候在设计 卫星要打上去的computer 只有286而已 所以基本上就是放在那里 但是最近又回过来 我前一时候跟这个 Stanway的这个 Global的Chairman谈的时候 他也对这个project有兴趣 所以因为这个Inline Learning 是现在大家要做的一个方向 那到底现在一个问题是 人的humanity 你的人性 你的人文的素养 有没有办法存在 人工智慧里面 如果可以的话 人工智慧的发展 会比现在可能想象中要大 非常的大 对人类的挑战更大 大家要知道 前些时候有公布全世界 对人类的这个灭绝 那个的这个技术 排名第一就是人工智慧 不小心人工智慧 会把人类就直接毁掉 那可是我们回过来看 我仔细去看一下 其实人工智慧 我们一开始现在 我们要建的那个model 跟我们人的神经是 的了解是一样的 小孩子没有学过数学 他会走路 他会哭 他会学讲话 他怎么来的 他基本上是很多的imput过来 然后透过神经去感觉 去感受 慢慢形成一个数学模式来 现在所有的这些类神经网路 还是在这个架构上面做 只是learning的model不同 所以回过来看 你可以发现 很多过去在做的 包括AT&T 他们在辨识 他们能够辨识的是这个号 这个车号 现在你去坐高铁的时候 已经有了 那后面那个image net 其实他的这个主要的人 现在就是Google的 这个AI的一个头 一个中国的一个女士 他可以在一个复杂 这样的一个照片里面 去辨别谁是谁 哪一个是动物 哪一个是椅子 哪一个是什么 他用的就是非常大量的 这个资料 非常大量的数据 还有做很深度的学习 为什么叫深度学习 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 我们以前的神经网路 因为电脑的限制 我们只有三层 input一层 中间还有一层是 heathen layer 看不到的 最后还有一层 你的神经是很简单的 资料很简单可以算 所以那个时候叫做浅的学习 深度学习把这个中间的layer拉大 你当然可以做更多事情 可是呢 你的网工变大 你要放更多的水 它才能作用 你资料不够 资料不够想要来做深度学习 也不可能 因为你的网工已经变深了 这个我今天不是要讲数学 因为我也不是那么清楚 副校长这个部分是专家 所以在2007年 我们现在你可以发现 其实我们在internet一分钟里面 发生多少事情 有那么多人在看Netflix 有那么多人在传照片 包括我们现在在上课 很多人在滑手机 其实你都contribute到 1 minute at internet 大量的资料不断的上去 可是你要知道 这资料有些user generated的data属于你 有些不属于你 你能做的应用 你说到网路上去捞 如果你问这个Google的简历峰 那个总经理 他会说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用的资料 因为他含金量不大 那纯粹是要看你的应用 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是现在的一个状况 有非常多social networking 新的媒体出现 资料都在上面 那另外一点变化的地方是在于说 我们电脑加强了 各方面都加强了 还有我们学习的algorithm都加强 所以在AI里面有三个东西 可能要注意 最近的AI是在Cloud Computing之后 被炒起来 因为在云端运算里面 运算是可以像水龙头一样 去增加它的 然后另外一个 你有很大的资料 然后再的话 你用机器来学 因为人已经没有办法读那么多资料了 所以必须要用机器来读 这是很自然的 但最重要的是说 你的 你deliver的application是什么 应用到底是什么 它必须是human centric 不然它没有用 包括里面的architecture 还是来自于人 bio上面的突破 是 什么叫human centric human centric指的是 我们一般来讲是说 以人为本 譬如说 刚才谈的iPad iPad其实 你如果跟这个Steve Balmer 或者Bill Gates坐下来 他会说 Tabular PC是我发明的 可是没有人把这个credit给Bill Gates说 平板电脑是他的 为什么 因为他把Windows Desktop的Windows 一不一时搬到一个平的一个电脑去 这个Steve Jobs做一个件事情 很大不一样是 他根据你使用的状况 他全部optimize里面的一个application 他强调是你user的 这个使用者的经验 完整的经验 而不在技术上 这个是某一种 这个human centric的application 是 所以 文贤老师这样可以吗 可以 另外一点就是 CPU对上GPU 我们在谈这个类神经网路 是要平行处理的 不是一站一站处理的 所以以前做的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 上面是标准一个CPU在做 下面是GPU 同样要画图 下面就蹦就画完了 上面呢还在板 这是几年前他们在说什么叫GPU 什么叫CPU的一个骗子 但是你可以发现为什么Tesla 为什么很多人工智慧 都要用GPU来做运算 就是在这里 因为GPU才可以处理类似神经网路上面的一个运算 处理得非常的快 它不用等 它就直接就出来 这是GPU越来越严重的 厉害的地方 但是Google做了一件事情 他们也自己开CPU 他们做了叫做Tensor 叫做TPU 跟他们要做人工学习的 全部又在绑一起 所以你再来看 更多的Sensor 更多的Actuator 慢慢跟AI结合了 所以Robots也出来了 然后Robots越来越多 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人的一些行为 包括你怎么跟一个Robots和平相处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一个很好的编舞家叫黄毅 黄毅编的舞都是跟Robots一起跳 跟Kuga一起跳 跟德国一支机器手臂跳 你仔细去看它 其实那个舞本来在台湾不能跳的 为什么 机器人动作的空间里面不能占人 占人的话就违法工业的 这个法规 安全法规 所以它舞才会变得远远的 指头点一点 用这个Pointer去点它 主要是这样子 可是呢 协同性的机器人 你怎么跟机器人一起合作完成一件事情 这就是MIT的这个Ronnie Brooks的 IRobot他们在做的东西 所以整个 我不管你喜不喜欢 我们本来就活在AI里面了 你在Amazon买一本书 他立刻说 这些书是你喜欢的 这是别人买的 这些东西 这个Recommendation的Model 你也可以说它是用这个大数据 Data Analytics去算的 你也可以说 它运用到了AI的某一些的Element 这些已经都混在一起 那再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 IBM的Watson 开始在帮你看这个 这个癌症 看Tumor 他可能看得比你准 因为他看的东西非常的多 然后再来的话 Data Vinci也开始要来开刀了 虽然他还要用人 但起码他的手不会抖 然后他可以远距的来做 然后再来的话 最重要是 那风格如何重现的问题 所以你仔细来看 如果给凡谷已经过世了 我给一个电脑 一个新的风景画 它能不能画出像凡谷一样的风格来 那这个就是之前 前两年最轰动的一件事情 他们把 让这个人工智慧 像一个脑一样 去学了很多这个凡谷的 譬如说Story Story Night 然后再给他一个新的一个照片 结果呢 他就可以画出你右手边那个样子来 那就是凡谷风的一个 去画那个风景 可能是这个样子 然后如果是Picasso呢 他可能会把它画成这个样子 如果是Kandinsky呢 他又是变成另外一种风格 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在做 也就是说 在科学界里面已经开始有人在发现 就是说 如何把人 Humanity的部分 把它数位化 开始记录在 在人工智慧里面 这个已经是一直在走的一个路 所以你可以发现 那音乐可不可以做 这是Sony的Lab 他们在做Flow Machines 他们用AI在写音乐 然后这个 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个 这个 Boccelli是那个文献老师的最爱 但是他现在 最新的一场音乐会帮他伴奏是机器人的手背 那另外一个是 如果你上WeChat 大家知道微软出个小兵 这个小兵呢 可以跟你聊天 他就会说 我是最聪明的人工智慧美少女 那你不要问我做什么 我会太多了 所以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今天要来的时候 我直接问他一个问题 不知道会不会 待会有危险就对了 我就问他说 请问陈文倩有比你聪明吗 没有 这个是真的写在我的手机上 那你猜他会怎么回答 我根本不知道陈文倩是谁 OK 他的回答很有趣 他的回答 他说 突然感觉心好累 好 你有没有开始觉得说 这个小兵跟你在对话的时候 已经接近一个文学家的一个level 像那个邓维珍那个邓先生一样 已经接近到那个文学家的level 但是你仔细来看 就是说 所以前些时候 新版的小兵 他就出了一个人工智慧的诗集 有机会去看看这本书 可是呢 他自己看了他的 这个诗集会感动吗 我们不知道 可是他已经开始在写诗了 上个礼拜呢 还有一个人工智慧被训练出来 我还考过大陆中医师 还有人呢 已经快上东京大学 考上东京大学了 所以越来越多这个事情在做 就会看 就会出现这种网站 到底一个有人工智能的robot 会不会取代到我的工作 那 我们如果是我 我也会紧张啊 他如果都可以做 基本上他就直接 直接把我取代掉 我也会jobless 我就没有工作了 所以 那我们为什么要生在这个时候 看起来是个蛮倒霉的时候 如果对学生来讲 这个有大陆那边的青年才俊就罢了 又来了人工智慧来跟我抢工作 然后另外一点比较重要是在于说 那我们生而为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我们如何活下去 然后活出我们自己的价值 不被机器 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机器所取代 这可能才是我们做研究的某一定的重点 因为现在就是人工智慧的世界 你不管你喜不喜欢工厂也是 各方面也是 都是这样在做 那我今天不是要去compete with这个90%的人会没有工作 而是在于说 人真正的价值 怎么去驾驭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 我就回过来去看这个牛顿的这个苹果 这个是真的苹果树 一个人在做研究的时候 他看了苹果掉出来 然后他用传统性的这些 过去的理论的推敲 一叠白报纸在上面写 他就可以倒出来 他是可以从那个苹果 看到地球 看到月球 他可以看到这行星的一些动作 然后他跑出万有引力的理论来 那你觉得现在有哪一套人工智慧 可以走到这一点 如果你要比的话 你要比人类最高级 最顶级的一个研究 这是科学家的精神在这里 所以很多很多学者 很多在做 你今天要用多少的data 才可以跑出等于 一个万有引力的理论 你要为多少大的能量的电脑 同时去算 你算得出来吗 我不知道 同样在看星星 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我不是说动物园的星星 同样在看天空的星星的话 Einstein也常常看星星 但是他看星星呢 他看到后来 他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 他看到一个 一个相对论来 广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是 他自己用数学描述的这个世界 其实是没有过去的经验存在 他的理论先于经验之前 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的理论数据 可以去support他这个事情 直到后来 有很多人听闻学家去发现 有这些重力透性的特 这个透镜的特点 慢慢的一步一步把它补回来 大家还知道说 原来他已经看到人类 看不到的地方了 所以 有些东西要去思考 我们人本来的一种思维的模式跟模型 其实跟完全都不读书 是两件事情的 纯粹用神经的感应来做 跟你based on knowledge 去做的innovation 做的突破 这似乎是不一样的一个路 所以我为什么在这里 跟大家讲 就是说 其实有越来越多年轻人跟我讲 我是不是不用修软体 我是不是不要再去了解这个物理学 光学 这不需要 我把资料丢进去 它就出来了 但是我建议大家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 人类这么多的文明发展史里面 其实重要的 都是在那一叠白宝纸上面 的manuscript上面 还有最近那个 他们把牛顿的这个手稿 全部通通publish 然后你都可以查得到了 所以话要回过来 回过来一台 我们把 我们知道牛顿坐在这个树下 他看到苹果掉出来 他会 给他刺激去想这个事情 我们要设计什么样的一个机器人 他可以像牛顿一样 不断地做研究 看到一堆的苹果掉出来 他会想到 Theory of Everything 所有的物理学家 都在追这个东西 什么是 这个宇宙生成的一个终极理论 物理学家最后来讲到后来都很像 这个宗教 他们在追寻的是这个事情 但是同样的星星 你回过来看下棋 现在大家都在讲下棋 吴清源最后的时候讲了一句 很好的话 我一直很喜欢 他说 如果你的棋盘上的棋子摆对的时候 我们现在先看这句话 摆对的时候 会像夜空低垂的星星一样 闪闪发亮 我怎么把这句话变成Big Data 喂到电脑里面去 让他学什么叫做闪闪发亮 我不知道 但是你仔细看 就是说 人类去描述 这个已经是其盛其神级了 他去描述这个世界的方式 跟我们现在所在看人工智慧 还有一段距离 还有一段很不小的距离 所以当然吴清源19岁的时候 就对上本宁房的秀斋在下棋 下到后来本来秀斋快输掉了 据说最后那个棋 其实是他的徒子徒孙 一起开会讨论出来 他下赢他了 不然差点被他就打败掉 那回过来看的话 你看阿发购对上李适时 当然这个韩国第一的棋王 围棋输给他 但是他赢了一盘 可是因为他赢了那一盘 阿发购的棋力大增 所以独孤求败 如果你可以求败 你才能够赢 因为你要从书的地方去学 那同样的你看看吴清源 他在十番升降棋里面 他也是这样子比 一直比 比到完全都没有人可以赢他 可是你看看 他阿发购赢了这个李适时的 那一个棋以后 他又推出阿发购的master 他现在网路上更加下 下到后来 唯一可以赢他的就是柯杰 柯杰是全世界第一棋手 然后跟他下三盘都输给master 所以他就讲一句话 我就觉得当然也很酸 但是也非常的可怜 就是说他觉得这个 他跟一个冰冷 完全都没有心理浮动的机器在下棋 他唯一这个温度会提高 是因为他不断在算的时候 他CPU的温度提高 所以他没有热情 这是他的看法 他回过来看的话 其实这很好玩 如果你一直下 你都下到没有对手 你最后会怎样 你自己要跟自己比 所以最后最晚年的五清元 是自己跟自己在摆棋谱 那话来了 那AI可不可以这样做 可以 所以AI的做法是叫 阿发购赢了 他能不能设计 这个是最恐怖的 能不能设计一个AI的architecture 自己跟自己下棋去学 而不用经过任何人类的知识灌给他 因为他已经打赢所有的棋手了 他接下来只能跟自己比 所以他做了一个动作 他用三天去训练他 他三天训练的结果 三天训练出来的这个 我们说人工智慧的脑 已经赢过他当年一开始下赢 那个韩国齐王的那一个 又隔了四十天 他已经天下无敌手 因为他已经到了 他的这个战力已经到了五千了 战力到三千多都已经是九段了 那已经五千多 没有人可以跟他下 然后所以他就说我封棋 那为什么要封棋呢 这一家公司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用AI做 general purpose的application 做通用型的 他要跳去做其他事 他做什么事 他不会跟我们讲 因为他要赚钱 但是这个是他的做法 但是话来了 你跟一个电脑下棋 你喝一杯咖啡 他吃什么 这是我跟我儿子讲的话 好厉害好厉害 我说你想一想 如果一个吸奶嘴的小孩子 骑着这个娃娃骑到那里 把插头拔掉 你就赢了 但是你想一想 这个的战争是一杯咖啡 跟好几万瓦的power在竞争 所以你是同时不是你一个人 同时跟好几百个高手一起下 但是我们好几个人聚集在一起 也没办法这样下 这是机器跟人最大的不同 我们没有那种interface 所以我跟 我们找这个林白李董事长 跟陈老师两个一联手 哇 天下无敌 我们没办法这样子 因为中间还会有很多interface要做 可是这个是另外一点要想的 这是一碗饭 白饭 那跟一个大电脑在比的事情 而比子差一子两子的数 那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如果我只喂他一杯咖啡 他能够下得那么好吗 所以这个是所有AI 现在在做的事情 我如何降低我的power consumption 一个人 为什么我的大脑只要耗掉几十瓦而已 可以做那么多事情 而我一个电脑要耗掉那么多的电量 才能够做跟你差不多的事情 这个是人的价值 这是我们一直还搞不清楚的地方 所以我们对于人的大脑的结构 只要有突破性的理解 都会回馈到资讯产业去 有更不得了的一个扩增 包括我们对人跟人相处的model也是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所以几天前又出现一个照片 这照片现在看不大清楚 对 这是什么 我本来想问大家 可是他不太清楚 所以就不是这样 不方便这样问 基本上呢 它是一个女生会怕的东西 它是蟑螂 那个画室是三亿年前 所以三亿年前呢 他们找到的蟑螂 除了比现在大之外 跟现在蟑螂长得一模一样 可是他一开始呢 他就达到完美的境界 所以呢 三亿年来他都没有动 人类最大的好处 如果去看所有的这些生物的书 人类生出来 是所有动物里面最脆弱的 因为我们的神经 什么都没有wile好 所以呢 我们会不断地演进 进化 今天碰到了AI 我们还是会在进化 我们还是会在进化 只是看你自己的信心程度 在什么地方 所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你会有更多的东西 都要连网 都会产生那些机械型的一个数据 那所以 把IoT跟AI 整个都串在一起看的话 我就想到这个人 因为他又拉小提琴 然后他又去导这个方程式 所以人家说他两个脑都很好 然后所以 他的右脑呢 是人性的 左脑是在搞科学的 所以就有一句话就是 The right brain has nothing left 你的右脑呢 什么东西都没有 The left brain has nothing right 你的左脑呢 没有一件事情是对的 当然这是开玩笑 可是你来看 如果说 我们把这个东西放成这样子 再把它旋转90度 再把它这个左右脑 可以做的东西 把它擦开的话 你可以发现 这个 如果human centric 就是走比较下面 你包括你的user experience 包括你AR VR 包括你的IoT 包括你怎么 透过联网的手机上网 然后把资料往上面放到cloud 再在cloud后面做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以后 透过这个machine learning去做AI 其实都在这里 其实大部分的东西都在这里面做 往后大概几年之间 也拖不出这样子的一个世界 所以你来看就是说 重点是 我们现在是 人工智慧的大航海时代 但是呢 传开出去靠的是人的智慧 不是人工智慧 所以重点是你的humanity 你human的intelligence 怎么over在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上面 去做开发 而不是在于说 你看到它就害怕就躲开了 因为你如果躲开的话 你没有机会再进化 没有办法再进化的话 三亿年后 我们那个化石 就会长得跟那个蟑螂是一样的 在那个巴黎左岸 我想那个 那个有一家书局 专门卖英文书的 就是这个Shakespeare &这个company 他的那个 那个一进去的那个第一阶 他就写说 这个什么 live for humanity 你要怎么活 但是呢 我们生而为人呢 其实是天生的嘛 但是你的humanity 要不要去维持 你的人文 人性要不要去维持 是你自己要来选择 但是这些东西 都跟AI有关 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 跟AI两个区开掉 所以对于engineer来讲 未来是没有办法predict 我没有办法去predict 说90%的人会jobless 或怎么样 能够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未来 是靠我们自己 去发明出来的 而不是说我们去预测它 因为预测它没有用 但是你要jump into the fishbowl 你跳到里面去 你开始做 这个世界会因为你而改变 这才是我想要传达的message 谢谢 我为了证明我的腰力还可以 来 你们觉得这位 作为你们人工智慧导师的人 他是我的第一个老师 永远感谢他 我要定一箱广达肉松送给他 你们要加入团购拜他为师的人 请给他唱 不要笑人的 你最早也出一顿嘛 这样子 就是你们不觉得学到太多吗 对不对 那我听说下面有一堆都是你的粉丝 因为通常他们 对 铁粉 然后呢 Ted本身学的是张嘉远先生本来学的是航太 然后你看他自己个人涉猎古典音乐 听说你会讲古典音乐的演讲嘛 好 古典音乐的演讲 Hora was a singer and a pianist One of them had the waded elf 另外一个呢 另外还有谁 我老婆老婆 这个不叫 这叫加工智慧不叫人工智慧 第二讲我老婆 我是同一老婆一定刚起来很好 但是马上第二讲你老婆 这个叫加工智慧不叫人工智慧 那我想留很多时间呢 留给现场的某问题 因为我觉得张嘉远先生刚刚把很多概念 讲得相当的清楚 让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比较会知道说 在一大堆很炫的各种字眼跟报道里头 哪些东西是我们一个应该有的观念 像他指了牛顿 牛顿如果把苹果一直掉在我 如果我坐在苹果树下一直打到我头上 我只会觉得第一颗我会把它拿起来吃 第二颗我就会觉得这树很讨厌我就跑掉 你知道吧 但是牛顿就会想说它为什么一直往下掉 然后他就开始思考 这个就是他在谈到的 就是人工智慧 因为人工智慧是根据过去的经验 既有的模式 然后他去运算 然后他把很多个人的资料不断地深度学习 自己可能再发展出来 可是最重要的是没有基础的东西 他可能到目前为止 他没有办法发展 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从狭义的相对论 他当时是你们不要 他本来那时候工作很卑微 我记得他是在瑞士的里头 对 他在瑞士的一个公务机关里头 当然很基层的员工 他每天坐那个地铁公车 就在看那个钟 他就想出了他的狭义的相对论 后来就广义相对论 一直到最近NASA的引力坡 然后打开大会就告诉他说 真的证明了他的东西的存在 所以爱因斯坦离现在有多久 然后我有一次跑去Princeton 特别去看爱因斯坦的房子 很平凡 那不平凡都是你看到他的照片 还有呢 他头发永远 他绝不花钱在他的hair cutting 这样 OK 所以他头发都乱七八糟 其次呢 他会拿伞 每天都要拿伞 那Princeton那里其实不常下雨 他就每天拿伞 伞拿一拿呢 他是一个 可能会被亚洲大学校警抓起来的人 他就把伞有事没事 他看哪里不顺眼 他就乱打一通 这样子 所以他有他很多的个性 那可是张嘉远老师帮我们做了一些很生动的描述 可是我相信各位心里头有一些属于你们自己的疑惑 自己的问题 想要提出来 OK 我们举手开始提问题好吗 来 请 我们给他麦克风好吗 同学 你刚刚说过 你是不是比重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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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累 他没有比我累 因为我的狗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所以我比那个机器人累很多 请你们帮我的狗祝福一下 谢谢 来 你说 张老师你好 我最近我作为一个也是在想要学习人工智慧的研究生 那我最近也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dataset 国外有很多公开dataset 但台湾相对很缺乏 但是我在学 我现在还在起步去段 我对人工智慧的学习方向开始面临一个选择 是说 我应该去学习怎么样做资料清理 然后建立一些dataset 然后发想它的应用 还是我应该像 今天张教授您讲的这个主题 应该是去想象 去学习一些数学模型 然后去对人工智慧这种顿悟学习 这种感觉 或者是这种演算法 做更加的研究 那我觉得 想请教张教授什么建议我 这两个方向哪一个会是应该更好的选择 其实你讲的两个方向都是必要的 但是我比较 有一句话叫做 你找到了限制就找到了自由 所以千万不要说 当然这句话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是 你的力字要够大 你要去解决一个问题 可是你回过来看 如果解决那个问题的一个要素 你都没有的话 你就必须要退而求几次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个事情 你要看看 你留在台湾 你可以拿到的最好的dataset 最好的一个open的平台 到底是什么 从简单的做起 那你就会有所收获 千万不要跳得太远 你可以从最简单的做起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的人用三天的时间 train一个电脑 想去了解一个人 会不会信 他现在的情绪到底是什么 我们叫affinity recognition 当然microsoft每个人都做 可是我想要知道的是 我能不能在短时间就逼近他 所以我们在三天之内 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所谓准确度 跟别 跟他们出来的准确度 只差大概10%左右 可是他们已经做了好多年 所以我举个这样的 为例子就是说 可是大家就有信心 觉得我可以从哪个地方 在做application在做 要从第一个先捏起 就是不要太那个 先做 先动手做就可以 对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来 请这样 麦克风给他 好吗 谢谢 很高兴都是同学们来问问题 喂 sorry 谢谢张 这样我tap就好了 我现在就是有两个面向 想要切进去 就是说 因为我们像这些人工智慧 需要用到很多的这些电力 来维持来去做一些思考 那落在这个主题上面 苹果落在机器上面 如果我们将这个苹果 再落在我们人脑上面的话 如果我们可以将这些 这些生物技术 然后把它改变成一个 因为现在是machine-like 我们in the future will be biological-like 这样子也许我们就可以降低那些瓦数 这样子有没有可能 谢谢 其实您讲的这个是完全正确的事情 如果我建议你去看一个资料 现在已经公开的资料 是AlphaGo的Li AlphaGo的Master AlphaGo的Zero 你看它的电 啪就下来 一开始呢 它用了大概 用了大概 2000多颗的CPU 1000多颗的CPU 再加上非常多颗的GPU 一起算 电很高 到后来最后 implement的时候 只用4个TPU 所以等于是说 你一开始 它需要用3000个人左右的 这个范量好了 然后跟你下一个人起 现在那么强 它只要用大概 三四个人 大概几十个人而已 20个人左右而已 所以这个是一件事情 所以很多人现在开始在研究 就是说biological上面这个system 它的这个power energy 到底是怎么走的 我们完全不清楚 其实我们不清楚 我们对大脑的研究 还非常的浅 真的是非常的浅 对 而且我们其实把它放在 生物科技上 有好多病都突破不了 好多药都还做不出来 所以其实刚才张张先生 在进来的时候 他很想说的一句话 可能他还没有说的 就是说 绝对不要以为 AI像海啸一样扑面而来 最重要的是知道 You are on the beginning phase 其实所有的人 我们都还在AI的起步当中 那可能如果你从 AlphaGo这个概念 围起来讲 It's the end of the game 对不对 那时候我其实跟Roddy Brooks 有对谈过 那因为我从小调皮 那当时AlphaGo还没有比赛 准备要比赛了 那时候他们就问说 我认为谁会赢 我说当然AlphaGo会赢啊 因为我从小打敲牌嘛 那我跟沈俊山教授很熟 我会一点围起 那你就知道说 你的记忆力 记不赢他 你下过 其实在下这东西以后 最重要的是 你要完全记住 你下过哪些棋 对方下过哪些棋 你记忆力一定输给他 然后他脑袋里头 记几百个 而且你一直下下下 你第一小时状况很好 你第二小时都会累 你不累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他又记那么一百个 他输了你一次 他就记住你的路法 他就把你再演算回来 他就会再把你赢回来 所以这没有什么好比赛 这输了不需要frustrate 是你应该去了解 那就是机器的特质 对不对 可是他需要电啊 所以当时我的回答就说 人会赢 人会输 人也会赢 因为如果他是跟李适时比赛 他会赢 他跟我比赛 他一定会输 因为会叫我的徒弟 去把电拔掉这样子 所以 对不对 就人会作弊 人工智慧 还不懂得作弊 所以 他现在还不会 那种 那种 我们那些那个 那些人会走那个 玩翘那些东西 他 还不太会 但是我想 很重要是说 在刚刚开始起步阶段 那我其实特别想讲 是我们这个课程是资讯系 跟大众传播系 合在一起 叫资讯传播 那选择倾向大众传播的人 会排斥资讯 请向资讯的人 会排斥大众传播 可是亚洲大学把这两个 原来在各个学校里头 分开了可以合在一起 就是要告诉你们 当你把这两个合在一起 你才是真正一个未来 懂大众传播的人 好 我举一个例子里来讲 像我们是做电视的 电视工作呢 你会是去拍纪录片 我今天拍的都是 假设说我要记录台湾的噪音 那我如果有能力 写出一个apps 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把多少分贝以上的 就所有的画面都抓出来 我就不用一点一点一点 这样剪接 对不对 然后你剪接跟剪接中间 能不能剪好剪得顺 就是看那个人的功夫 很贵你知道吗 然后你到线性剪接室里头 一个小时charge你十万块 我写一个app写出来 卖给你两块钱美元 我就一进去 所有的高分贝都统统都剪出来 然后呢 然后再来多少分贝 它要穿插出来 就剪出来 一定比原来的东西剪得好 然后我可能加起来 那个成本会变得很低 所以如果你学会coding的人 你就会有这种想象力 而且你的coding 根本不用厉害 你只要知道 这个东西是城市可以解决 然后你会一点点起码的 初步的 然后你叫一个很会写城市的人 帮你把它写好就好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然后呢 你是一个很会剪接的人 你会想出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懂得剪接的 煤缸 什么叫煤缸 就是说什么东西剪出来 它会对群众产生震撼 它会对群众产生很大的震撼 那如果说我把全台湾的 所有的活力发电产 那烟雾很大的 我全部都拍 拍完了 那我是 或是全亚洲的 然后呢 我全部都弄起来以后 拍了这些画面是太多了 那我应该剪很麻烦 可是我让它可以把那里头抓出来 然后接着接着 你就觉得你已经到最后 有一个人就站在中间 就全部都是云雾在里面 那就知道这个叫art嘛 对不对 创作 可是你要这样剪出来很麻烦 所以你一定要对art有一定的想象 你才会去写那个apps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两个东西 我是特别对他们学生讲的话 你一定要把它分开 那这里头会产生创意的基础是什么 是你这两个领域 有一个你很好 有一个你懂一点点 不管是哪一个 你可以很会写程式 可是你懂你的创意 你很懂的创意 可是你会懂一点点程式 这两个差别合起来 就是哪 你的看法呢 我有时候最怕的就是 人家突然就是会停下来说 你的看法 那人家小兵都不怕 你老兵怎么会怕呢 我先提两个看法来讲 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会看到一个trailer 其实剪那个trailer预告片 是个非常昂贵的 只有几个大师能剪 所以很多人在看 我一个电影那么农长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 练影娘你放上去 你trailer要怎么剪 现在有些 已经有开始有人在做了 就是说 他在想是说 我能不能把里面的高潮 那适当地串成一个 完整的一个故事来 所以他里面有部分的人工智慧 包括你现在在网路上 看到一些newscript 就是一些 一些这个 这个新闻的一个简介 已经包括哥伦比亚大学 都是在做这种事情 但是重点不在于 机器可以做这个事情 是谁想到要用机器 来做这个事情 那个就是要imagination 要有一定的想象力来做 我这是呼应这个文健老师讲的 我们下一个问题 同学你们还没有想好问题吗 你们都知道自己要这样来做什么吗 来 前面那一位 后面这边有一个戴眼镜的同学 张老师你好 我想就是我呼应那个文健老师 刚刚讲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其实对资讯程式 那个完全不懂 然后可是我自己专业领域的专业 那你如果要学习的话 我想学习 那我想学你介绍 就是刚开始学的coding 我要学什么 我要学什么才能应用在我的 专业领域上 比如说先学怎么学APP吗 先学哪一种 因为有很多 因为我自从上次听完演讲之后 去上网搜寻 有非常多的coding 需要学习 那您的建议是先学哪一种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就是说不是学哪一种语言 但是程式语言毕竟有它的逻辑在 你可以看出 无论你学哪种语言 都可以看出它的逻辑在后面 所以在media lab里面 有做了很多的软体 是给小孩子做的 Marshan理工学院的 Marshan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 那里面都是免费的 可是你是可以从那里去看到 一些逻辑 你要从那个地方 而且你也可以很快速的 去跑那些东西 它可以很快速的去帮助你 对这个coding的结构 有一个了解 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要code 我举个例子来讲 NTT Docomo 在我们在谈这个 smartphone,iPhone之前 之前那一波最厉害的手机 是NTT Docomo NTT Docomo 当年请的CEO 他基本上不懂手机 他基本上比较像家庭主妇 所以 可是他懂的是什么 user experience 他懂的要求 我要做什么样的手机 一般人才可以用 你要有那种品味 你要有对出来的结果 你要有value的 evaluation的能力 你要能够去评价他的能力 那个是需要去培养的 比如说你怎么知道一个工程师写的 写的对错 这个是一定可以看 写的好不好 这是品味的问题 这是品味的问题 可是学 我觉得学资讯学大船的话 你们刚好在中间 其实很多东西是跟品味是相关的 台湾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我们 譬如说我们做所谓的代工好了 代工的话是 我不用去百分之百的清楚了解到 最后使用我产品的 这个角色的规格到底是什么 只要我的客人给我这个单子 我照做就好了 所以长久以来我们都跳过一层 我们不知道end user要什么 我们只知道我们的customer要什么 所以我们缺的是什么 我们有know how去把东西做出来 但是普遍我們的學生缺的是 我們know what 怎麼去定義一個對的產品 所以你仔細去看 當PC都變成一般化以後 你進去Best Buy 比的是什麼 你有兩個USB的插槽 我三個 然後我的硬體 我的hard disk drive你比較大 我的resolution比較高 我建議大家去看了一個事情 是第一代的iPhone 它的無線通訊的技術用的 其實是那時候手機裡面最弱的 它用Edge 2.5G的技術 但是它平衡掉所有的 這些技術上的特點 造成一個應用的 一個很好的一個model來 你仔細去看 其實你去評價 你會發現有很特別的地方在那裡面 這個可能比你學coding更有幫助 我覺得 我想這裡頭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剛才張教員老師他要談的是 第一個 你的coding可以不要很厲害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應用在什麼地方 然後你知道你要什麼東西 這個很重要 第二 你的問題其實是 你真的要學coding了 可是你實在不知道從何開始 這樣對嗎 對不對 好 那我給你一個建議 因為我跟你是差不多一樣程度的人 那全世界大概在兩個open course 就是開放式課程 完全不要錢 而且它是給八歲小孩 你程度比八歲小孩好一點嘛 對不對 是給八歲 九歲小孩就可以學的 一個就是MIT的Media Lab Media M-E-D-I-A Lab L-A-B 它裡頭就有coding 你可以打上去它會跳出來 另外一個是Stanford Stanford也有 那Stanford呢 它的那個學習coding的那個open course 讓今年三月的時候 Apple的開發者大會 就找了兩個人給大家鼓勵 它最年輕的APP的撰寫者 是一個十一歲還是十二歲的小孩 它從八歲開始就在Stanford 學了這個open course的這個coding課程 另外一個是七十六歲 歐巴桑 他也是在 他剛好上的是MIT的網站這樣子 好 那好 你可能覺得這對你還是有困難 那怎麼辦呢 你們這些同學裡頭 一定有人是在諮詢工程裡頭 比較厲害的嘛 對不對 你就親愛一下子的臭豆腐 請他吃飯 賄賂他 做人工智慧不會做的 人會做的事 然後你就讀一個讀書會 對 因為我相信你們的同學裡頭 很多人跟你有相同的需要 那你們在讀書會裡頭 很多人就 大家一起上 比如說 我們這段時間都來上Media Lab的 那下一次就去 比如說上Stanford的 那裡頭你們就請那個人 說我們這幾個人集資眾籌 每次就給你吃 今天給你講湯圓 下一拜要講臭豆腐 下次你要吃什麼 隨便你敲詐好了 然後呢 他就慢慢在裡頭 你們不會的問題 他就一個一個教你 我保證你大概 一兩個月什麼都會 這樣對吧 這樣 這個方法是不是 know how 這樣 這樣我有回答你的問題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下一位還有什麼問題的 來 後面那位有一個同學 麻煩把麥克風拿過去 我們真的要很感謝Ted 他們的時間是非常珍貴的 然後特別來到亞大給大家上課 謝謝廣大 謝謝有這個機會 謝謝廣大 沒有沒有沒有 謝謝Ted 一定是充滿熱情 問了跟學生跟大家分享東西 否則根本沒有 從他個人來講 以他的繁忙 根本沒有必要 所以我們連玉米補習班的 玉米先生都來了 這樣 你現在再開一間補習班好了 叫Ted 補習班 我沒看到維甄 維甄妳好 來 張教授妳好 我想問一下 我剛剛看妳的PowerPoint的演講 就是那個 現在AI技術可以自主學習 然後它也會有一些人性化的方面 那請問如果在未來 如果它可以兩個都結合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只能用我們的創意去對抗它 我覺得 你現在問的問題蠻大的 現在大家沒有辦法去預計 什麼樣的時候 我盡量不去用所謂的字眼叫對抗 而是在於說是一種 你跟它的關係 會是一種協同合作的一個關係 因為人是非常非常的複雜 所以我們現在所謂的人工智慧 是把我們對於神經上面的了解 加上資訊工業 無論是資料或者運算的能力 某種方面 不是非常的全面性的把它給加強 所以你可以發現現在最成功的 都是在Narrow Domain 其實我們講人工智慧 我剛才沒有講很清楚 其實有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就是說 我訓練出來的東西 就只能下危機 這是一件事 我訓練出來的東西 我可以做更多項人的事情 General purpose 是另外一個事情 但這兩個方向不大相同 是當年在做這個 剛才講語音 台灣有做過一次語音辨識的一個 不論說競賽 是大家再看看哪一套最好 最後成功的 最成功的是在哪裡 在牛肉麵店 因為它的菜式很簡單 我每次講 我只要有一點出錯 我會自動把它給矯正回來 它會在那個地方 但是你把你訓練給牛肉麵店的這個語音的模型 想要再拿到醫院去用 給護士用 給作家 或者是給媒體的主持人用 其實都不行 都沒有辦法 所以你仔細去看 如果說 當然這個以後一定會做得越來越廣泛 什麼時候會有Super AI 大家現在都說不準 但是呢 我肯定知道一件事情 無論今天機械或人工智慧 怎麼去approach人類的話 人類還是會不斷地演化 把那個距離再拉開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對 可能呼應一下張正恩 副總經理跟技術長 其實以前洪基的創辦人 是正如跟我說一句話 他說文謙其實台灣這個社會 很不瞭解一件事 我們的科學園區是軟體跟硬體一起發展 然後硬體都成功了 軟體幾乎都失敗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教育是一個 沒有imagination的一個教育 這樣對嗎 那第二個他就覺得 在我們的英文的 他再來就是在我們的英文的教育裡頭 就說我們的英文教育太慢了 那整個他認為 寫軟體裡頭的coding呢 或者寫軟體裡頭的程式 當時非常重要的是一種邏輯思考 那我們學中文是 其實中文本身就是用背的 然後用某一個程度去創意 它其實並沒有太清楚的文法 然後不是只有英文 就所有的其他大多數的歐洲國家的語言 它們是同一個體系 它是都有它的grammar 所以這個印度人 它的這個 它的城市寫得很好 它們的軟體就相對發展得很成功 那它們做事很sloppy 所以它們的硬體就不怎麼樣 這樣子 所以施生文跟我說其實一個國家 它有時候它的優點就成了它的缺點 那我們的人很勤勉很disciplined 那我這次去MIT採訪的時候呢 我就得到最大的一個啟發 這個啟發已經是全面性的人生的 跟國家的跟個人的跟企業的 Your advantage is your disadvantage 那除非你經常意識到這件事情 不要一直看你的advantage 就去了解說 當我擁有這些advantage 有這些優勢的時候 What is my disadvantage? 因為有一天這個advantage呢 會回過頭來把你給撲滅掉 所以或是回過頭來影響到你這樣子 譬如說自信是我的優點 過度自信就成了我的缺點 那這同一件事情 就是說自信使我覺得 使我因此就覺得我不太猜忌人 不太懷疑人 所以就很正向能量 這可能都成了我的優點 可是有一天我碰到一個騙子 我就會倒霉 這樣您聽懂我意思嗎 那我碰到一個好人 那我的可能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你去鼓勵他幹什麼 他就成了你的很多優點 所以在這件事情裡頭 我就會覺得 剛才我們在談的就是說 軟體教 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他們其實很擔心的是創意 那我們再講文創 台灣現在文創是很大的部分 是learning 以及品 就是doing 就是會去用手做東西 再來接著用手做東西 有工匠的態度 這個是跟以前就是比較不一樣的 以前可能什麼就是工廠製造業 那接著呢在doing的時候呢 你會願意做東西做工匠之外 有品味 可是有品味 未必是有創意喔 的確你們比我們這一輩的人都有品味 我看我這一輩的人 每個人裝潢房子 就知道我們這一輩的人的品味有待加強 那再看我們上一輩的人 他們就 尤其是你看台灣第一代的富有者 他們這一生絕對不會花錢去裝潢 這樣子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台灣很大的一家 傳統產業的老闆的兒子 他跟我說 因為我住在他爸家附近 你不能跟他說我們都裝潢很好 因為我爸這一生 他爸可能有上千億的資產 他說我爸這一輩子 不會花三十萬裝潢這樣 然後他真的你看他家 覺得他好像 他家是很大 可是去開他家很大的地之外 他看起來真的比我家還要窮很多 這樣子 他把他家就搞得像工廠一樣 那你們現在有品味 可是品味跟創意還是不一樣 對不對 要不要回答一下 剛才那個文謙老師講得很對 其實台灣長久以來的過去的成功 是來自於discipline 就是非常有紀律 而且創意的時候 你會發現所謂discipline是 將軍下命令 下沉不斷的去做 這樣子才有辦法把一個產品做得很好 但是軟體比較不一樣 所以軟體是比較button up 從由下往上 所以你看到的是應該是一堆將軍 在想不同的事情 然後大家要有能夠很 我們說有機式的去組合起來做 我談這個字也 也呼應剛才這個文謙老師所講的事情 我在MIT的office 如果晚上打開的時候 都會有人 拿著不同的proposal來找我 他來找我的idea 不一定 不一定他自己能做 但是只要我們討論出來他有value 他很快速的 他就會伸出其他人來 他會跑去Harvard去找 跑去什麼去找 我們這個團隊我想做這個事情 然後我們三個人都覺得這個事情是有意義的 然後我說可是你投資我們都算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拿不到錢沒關係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有value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透過這種小組式的立刻 像剛才的這個臭豆腐的事情 你就很容易組成一個臭豆腐的團隊 然後你可以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那些事情現在看有時候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你會發現其實矽谷的精神 或什麼精神 就來自於Garage這些無意義的一個測試來的 其實你仔細看 Google的網站為什麼現在還是一個Google 它剛開始出來我就用了 它就只有一個空格 就是search 然後它的機器在哪裡 沒有什麼雲端運算 就是在家裡的倉庫後面幾台電腦穿起來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就這樣就開始 全世界最大的影音這個媒體 最大的影音 譬如說為什麼在台灣看 國外的Netflix 你看到的這個影像 跟你在國外看到的速度都是一樣 品質是一樣的 是有一家公司叫Ackamai Ackamai就專門做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就是數位內容的傳遞 那怎麼讓你在每個地方都要一樣的順暢 是一群MIT的數學家做的 我去跟他們談的時候 那個公司連個椅子都沒有 我們是圍在那個上面躺 但很可惜我們台灣沒有人投他 但是他一上市的時候就不得了 但是Again 那是幾個數學家說 欸 我不懂 我不懂Coding 但是我知道這個Algorithm怎麼算 這一點到那裡應該要怎麼怎麼算 所以好 那我們去找CCL 哪個教授懂這個網路的 然後哪個地方不懂他又找 慢慢聚集成一個小團隊 就做了 做了以後大成功 那就整個就 然後再去Harvard 把Business School的人又找進來 他就慢慢就一直過 我們台灣比較缺乏這種由下往上 像剛才文謙老師在講的這種 這種你要說Craftsman也是一些工匠的精神 但是他們是勇於去迎接一些挑戰去解決問題 但如果可以這樣做的話 其實台灣會很不相同 其實亞大很適合做這樣的事 對 我好像在有一次上課時候給大家播過一個 哈佛的一個創意中心叫HAI 你們記得嗎 還是 那就是通識課程 它其實HAI就是Hoffer I就是Innovation 然後裡頭呢 第一 工程師是MIT的 第二 幫他們想如何賺錢的是Hoffer Business School 然後還有Boston Business School OK 然後第三 它可能有一些 哈佛的一些寫資訊的 這個MIT寫資訊的 可是哈佛醫學院 OK 所以他們各種類型的人都有 那Uber剛開始的誕生地 也是在那個地方開始慢慢的平台寫出來有好幾個 那他們呢其實就是 就是開了一個這麼一個創業中心 它的目的就是有一個很可愛的房子 那那個房子呢 沒有我們的安藤中修 沒說幹那麼漂亮 可是它就是一個單獨的 很像很大的共享辦公室這種 一個透明的 然後上面寫一個HI 然後一走進去裡頭呢 他們最厲害的是 就是他們自己創造了一個新的可口可樂機器 所以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太高水平的 我根本不管他們要創業什麼 我就先走到那個可樂機器 那可樂機器太好了 因為它可以讓你 你要classical的可樂 通常是這樣 它按出來就是一罐 它不是 它是一個杯子給你 你要放classical的 我還是想要 可是我怕胖 我又再加一點zero的 然後你還可以加一個flavor的 然後就自己混合一瓶不同的可口可樂 然後它機器設備了 好漂亮喔 然後你就看它在裡頭 然後呢 你這次做完的東西的percentage是什麼 你的感覺是什麼 然後你就做一個評價 下次你回來 你就找出CC 上次我上次CC Coca Cola 它就跑出來 你唱percentage 你就知道你在怎麼樣調 就是他們自己 學生設計出來的產品 準備大賣給可口可樂 我覺得它一定會大賣 對不對 那所以就是說 他們就是 常常就是這對學生一起討論 討論完以後 就覺得我們這群人可能不對 然後旁邊那群人也可能不對 然後因為你在我後面嘛 我們兩個可能又合起來 然後或是彼此又串聯人 然後哈佛有很多這個 他們就找了很多畢業的校友 然後校友就有會計師有lawyer 然後就來幫助他們怎麼 有經驗的來解決事情 所以我是看到亞大的董事林佳琪在這裡 他的名字叫董事 他是全亞大首身的最長 我歷史是說 他做事情最有效率的人這樣 所以可以在亞大做這麼一張事情 而甚至可以把逢甲的人給納入 把東海的人給納入 東海有美術系 馮甲有建築系 亞大文創所有的這些東西 這種資訊工程全部合在一塊兒 他可以把台中中部地區的人 就聯合在一起 然後呢在Hoffer Innovation裡頭 最受歡迎的是Berkeley的學生 Berkeley就是那個王力宏念的音樂學院這樣 然後那個人每次來 其實他對那個大家的創意也沒什麼大貢獻 可是他在旁邊彈鋼琴 他們彈的都是爵士音樂 使每個人的想像力都大幅地增加 所以這其實是亞大可以做的事情 你同意嗎 所以創意 他們談到說創意的重要性 可能創意在未來 在人工智慧裡頭 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否會超過人工智慧 可是如果以現階段來講 可能是最大的價值 你同意嗎 是 我個人覺得以後這個人工智慧 本身跟我們的計算機 基本上差不了多少 它會方便到這種地步 重點是你怎麼去用它 而用的對 包括在物流 包括經銷商 包括什麼 它能夠產生的價值 那會應該是出版的 比較多的 但也就是在這零件金組 建築人工智慧 你們的建築人工智慧 那個建築人工智慧 在一個工智慧 什麼的建築人工智慧 那就是最近很多的建築人工智慧 那就是我們都是在這個結合 都在一個技巧的建築人工智慧 然後就是他們說 小笨人工智慧 就是這個建築人工智慧 有一點秘密人工智慧 是想建築人工智慧 其實談一個邏輯 有一個邏輯是上個禮拜林依晨談 這個禮拜張三文老師也談到的 就是畫畫 他們都用了Vincent Van Gogh的圖 然後今天他又加了Picasso 又放了Kandinsky 所以好像所有畫畫的人都該去自殺嘛 其實是一個錯的邏輯 為什麼 因為他是先有Vincent Van Gogh 已經大量的圖輸出 進到他裡頭的database 也就是如果沒有世界上先誕生 Vincent Van Gogh這個人 沒有先有Picasso去想像他的立體派 沒有Kandinsky去想像 他把具象如何變成 有一點點抽象的那種揮灑過程 沒有這些東西 他沒有辦法把圖畫成這樣 所以他只是一個比以前 以前以前在深圳有一家 有一個小地方 他滿街都是Mona Lisa的微笑 那些畫匠呢 他可以完全模仿Mona Lisa的畫匠 畫得唯妙唯俏 他只是這樣的功能 所以你不能夠說 你們畫畫的人沒前途了 It's wrong 因為除非你畫的畫 你根本毫無創意 你的畫本身沒有它的獨特性 Otherwise 它跟人工智慧沒有什麼關係 我這樣講對嗎 對齁 我們都沒有去變這樣 不是我只是覺得說 有些時候人們丟給你的資訊 你要懂得挑戰它 像我上次看了我就覺得 What is wrong logic 這完全是錯的 比如說他沒有Horrorist 過去留下來的錄音 他沒有可能性 目前也還沒有完全突破 去幫Horrorist這一輩子 沒有辦法遺憾的沒有辦法 重彈的李斯特的貝多芬的 所有教學曲的重彈一遍 就根本沒有這個機會了 你不可能create一個 新的Horrorist出來嘛 所以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大家很多五點鐘的時候 已經下課了 有沒有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請一個老年人 你不要問了 你連你玉米補習班 都被老師批評了這樣子 我直接否決你問我 我會讓你問問題 再來一個問題這樣子 還有沒有其他人問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人問問題 那就讓玉米先生問問題好了 不好意思 謝謝 來 我想請教一下Ted 因為我知道你跟你太太也是 工作以外就是每天在跑國家音樂廳 或者是台北的國家科技院 那如果有一天 這些可以一起的 這些人工智慧的音樂家 也即將會產生 那你還會再買票去聽 這些人工智慧所演奏出來的營業嗎 那第二個問題想請教你如何看待 像未來這些可能比原創的音樂家 更好的音樂產生的話 你會接受嗎 謝謝 那個最後一個問題 通常是最難回答 不過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我會不會去聽 我絕對會去聽 然後第二個 我還是會用我去聽正統的人的音樂家的角度 去聽這些機器人做出來的音樂 可是我不會 因為他是機器人 我就換一個角度去聽他 這個是 我想要談的是這樣 因為今天如果有一個指揮家 你看他雖然Boccelli在旁邊 他指揮得很好 但是我很想問那個機器人說 你有為你自己的音樂感動過嗎 感動這個是 智到底是什麼 在人工智慧裡面到底是什麼 我 其實我並不清楚 那 這個心動的感覺到底是什麼 然後感動到底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我們可能會因為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感動 但是它不含任何感情的 是我們自己把感情放上去的 所以我會用那個角度還是來看 但是我 不會用那個 我還是會去評價它 可是我不會 不會去排斥它 基本上是這樣 可是我也不認為 它能夠 那麼樣的Original 因為以現在來看 像剛才的那個文謙老師講的 它沒有那麼樣的原創 它還是在一個平貼的狀態 College的一個狀態 我說我的感覺是這個樣子 其實我有看那一場 他講的那個機器人演奏不唱了 那有沒有問他的感想 他對這個人工智慧充滿了 跟你們不一樣的看法 為什麼 He is at this 是他的disadvantage 因為他從來看不到指揮 他看不見 第二 他的好朋友 他介紹給我 後來也成了我的好朋友 叫Daniel Ruse 就是MIT最強的人工智慧實驗室的主任 他是一個羅馬尼亞的難民 所以不要以為有錢人才可以學人工智慧 他從小就把數學底子打得很好 然後是美國大概最年輕的對不對 工程研究院的院士 然後Cicel的第一個女性的主任 然後她呢 很愛Andrea Bocelli 她比我還要愛她 她還愛另外一個人叫Georgia Mani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對 然後呢 她幫Andrea Bocelli 幫Andrea呢 就做了一個腰帶 而且是要Georgia Mani 幫她做Design 然後裡頭的科技都是她做的 然後Andrea Bocelli呢 就可以摸這個腰帶 然後在這個腰帶裡頭 連羅馬狼柱 你要羅馬狼柱很多柱子嘛 然後她都可以這樣 知道前面有東西 她是一個Blindness的人 那你如果看Andrea Bocelli 每次的演唱會 都一定會有一個女的搭檔 很重要的是她需要上台 而上台 她的唱歌呢 剛開始一定是有一個女的 跟她先對唱 然後她才開始演唱 因為她不想讓人家覺得 她是拿拐杖上台的 OK 然後當她有這個腰帶的時候 她享受了很久 那後來呢 Standella Russe又把這個腰帶呢 對一群眼睛看不見的人 都實驗 結果有一個老先生就哭著告訴她說 我可不可以不要還給你 所以你們聽了太多關於人工智慧不好的 想要奪走你們的工作 下次其實應該有人來告訴你 人工智慧會讓譬如說很多將來你們的父母親老年的時候 她面對她的人生可能她要抽彈 她如果要請一個特別護士早半晚班加起來 現在台灣的市價特別護士是33萬 Who can afford it 如果是看護 你現在有很多看護 不好意思喔 是大陸新娘 平均年齡都50幾歲 等你父母親再過10幾歲 這些人不會再做看護 而台灣本地的人不太願意做看護 所以將來其實ROBA對他們的幫助會很大 也就是說你可能可以有一個Nurse或是有一個什麼人 他有一些減班 他有不錯的醫療經驗 然後那ROBA幫他做掉所有他覺得他不要做的Dirty Jobs 就是骯髒的那些工作 甚至他可以準確地做到一個插管的病人呢 他被移動洗澡的時候 這是上癮現在已經有的科技 他不會死掉啊對不對 以前常常就是你移動一個插管病人他就死了 現在就比較不會死掉 然後呢 譬如說生物科技本身讓肺腺癌在十幾年前是一個 幾乎你幾年內一定會死掉 現在讓很多病人一直活下來 因為他的這個準確地用基因圖譜加上大數據的運算 然後皮膚外也是一樣 現在是全面在處理Alzheimer 可是我上次已經講過 還要處理Alzheimer 已經大概全世界藥廠票投了多少錢 都還找不到 所以其實根本沒有大家想的那麼厲害 然後我們真的很需要他 尤其是在醫療 對一些 譬如說我們講的那種 一些將來老年人的照顧各方面來說 其實是很很很重要的 Ted 我先插一句話 這個可能也給大家一個 我們做的一套那個給Health Care給老人用的 因為在北歐的話 他們Care不是Health 他們太健康了 他們Care一個東西 就是Loneliness 所以他們要用這個平台去跟很多 讓他心理保持健康 然後他才不會讓這個S Hammer那些過來 但很好玩 我們最老的User是101歲 然後我們的工程師去說 我們教你怎麼用設WiFi 不用我自己來 他從頭到尾都自己來 可是他一百多歲了 他把自己打理得好好 所以這個是當然這是User本身 當然我們要設計到 讓很老的人都不用學習 就可以用 這個是Engineer的一個目標 但是話要講回來 為什麼一百多歲的人還會設WiFi 我自己很好奇 因為我還沒有真正見過那個女士 她們說那個很驚人 她一些基本 剛才還有一個學員在問程式 她也有上Media Lab去看 她也在看那些邏輯 她是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而已 對 所以這個是我對這個看法 但是另外一個看法 我覺得文謙老師講得很對 其實人工智慧不會累 Robot也不會累 他的情緒都是保持一定穩定的狀態 所以我們很多 現在老人化的問題 會非常急速的嚴重 我們沒有那麼多年輕人 可以去幫忙我們的未來 所以無可避免的很多事情 會交由Robot跟人工智慧去取代掉 因為我們沒那麼多人 可以做這樣的事 了解技術跟市場的 那現在所有的Game 遊戲軟體 都是寫給年輕人的嗎 我問你 如果有一個人專門組一個公司 寫給老年人玩的遊戲軟體 他會不會大賺錢 我回應你 現在是排名第一 的遊戲軟體 是給老年人用的 預防他失智 就是你玩了他 這個是有medical的一個 一個那個 他就是讓你每天弄一弄 玩一玩以後 你就比較不容易失智 我們現場我幫鄧維珍起命 我們有好幾個老人 那個Game的名稱叫什麼 你告訴大家 但是我會私訊給那個鄧先生 鄧先生是不需要的 我剛剛只是突然想起來 其實所有寫Game的人 為什麼要去搶一個小市場 都沒有想到那麼大的老年人的市場 他防止失智 他讓你不孤獨的Game 他讓你覺得還有人在愛你 然後在回憶你的同年很多東西 太多APP可以專門給老人用 然後他只要下載兩塊錢美金的話 這個市場確實也太大了吧 對不對 我再把那個軟體 但你不需要所以我 我要給我媽媽 他就不會每天在焦慮他在生病 他可能快要死亡了這樣子 我們最後給張家維老師一個 非常感激的掌聲 請不要忘記下次跟我一起團購廣達肉香 謝謝 謝謝